我跟你讲你经营烤肉频道 其实是可以拿到工商的 其实是有工商的 继续做翻译继续做翻译我 继续做翻译的话会有为 我当初想要做这个频道的初衷 我做这个频道初衷其实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想自己做做看 他妈做这个到底有多难 然后第二个初衷是不想要靠 其他的企业或者是其他的 IP 赚钱 但这个东西不限于一个游戏 我只是不想靠hololife 或是不想靠鲨鱼赚钱 就是不想要靠那个东西 来让自己的频道捧红 因为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在烤肉好赚吗 就是这个那个直播我有提到 那个时候5万订阅6万订阅 其实是真的烤到烤到大头症的 这个大头症是什么状况 是你走进校园的学生数量 我记得是5000左右 然后你就会开始思考5000 那就代表说 这个学校里面一定会有 大概2050个人到几百人 是有订阅我的频道的 你却可以去路上看一下一些宅宅 或者是身上穿着很明显 hololife 衣服的人 你就想 他会有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这就是我的观众长这样子吗 这个是大头症你知道吗 大头症 就是那时候开始有大头症以后 突然有一天意识到这个很危险 这些东西流量这些流量 全部都不属于我 全部都不属于我 是属于hololife的 是属于鲨鱼的hololife的 所以后面才会出来 好那不然就是出来 自己做一个自己的看看怎么样 而且烤肉烤到自己有粉丝的话 那那些粉丝到底是你的粉丝 还是hololife的粉丝 到底是你的粉丝还是hololife的粉丝 像狼爸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迷的存在 那些他的追踪这么多 他推特追踪这么多 他每次发文 那个爱心数量都比很多 大咖实况组的工商贴文还多 那他那些粉丝到底是不是他的粉丝 那他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粉丝 去愿意去追随他看他的文 因为他抖了很多钱 到处都看得到他还是怎样的 那些人是他的粉丝吗 我不知道 就是不想要 那时候烤肉烤到不想要那个 就是突然某一天意识到那个 不想要靠他们的流量去捧红自己 秋远跟杜痛完全没有频道经营的概念 他们完全没有 他们没有人是 比如说应该这样讲 就是什么叫做靠其他的IP来捧红自己 是我今天烤肉频道做一做做一做 我想要做自己的实况 我想要做自己的周边 然后来卖给看这些精华的观众们 这个叫做那个靠其他人的IP做事 但是秋远跟杜痛他们没有这样子 他们完全没有 他们连他妈做自己的IP 自己的摄取他们都懒 所以他们完全没有 所以你真的要讲的话 大概跟我这个情况类似的是 他那个前阵子的那时候的西洋烤肉架吧 西洋烤肉架 我记得那时候不是还开会员跟卖衣服吗 还是那个屯心牧场 我忘记了 对对对 就是那种追踪没有商业跟品牌价值 可是你拿到工商都会是一些 像比如说VTuber介绍 像比如说如果现在有新的台V要介绍 就是想要推广的话 就会有人去找你做一些推文上的推广 就比如说你在那个YouTube的社群 发一篇文多少钱啊 这样子 不然就是委托你去剪一个片 然后丢在你的频道 我跟你讲片是谁剪的 不是重点 但就是那个片要上在你的频道 因为你的频道有Hololife夹带的那些 那些观众群 他的点已经不是人 而是在于你那个频道那个平台 就很像是如果是现在有一个人 跟你花20万买你的频道 把他买走 他完全能做到一模一样的事情 你知道吗 但是可是你这个人 像比如说如果是秋远 有人花了20万跟我买我的频道 那我另起如造的话 我的秋远还能 再创造一个 有另外一个20万元 价值的频道吗 有吗 对不对 没有吧 对吧 有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